最近梁朝映參與了一部 萬眾期待的超級英雄電影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可以跟Donnie聊天 你好,Donnie, 你好 你好, 你好 其實這次加入MCO電影 真的可以說意義重大 其實對你來說的感受是怎樣的 是一個很難忘和很開心的經歷 因為這一組的人 我覺得他們很專業 而且他們很友善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愉快的經歷 這次對你來說 這個角色會否真的緣分到 我一直都相信拍電影是緣分 不是說… 有很多因素加在一起 才可以令這件事發生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緣分 這次是否跟導演為了這個角色 談了很長時間才決定接拍 不是談了很久 不過導演找我的時候 我剛好那段時間正在放假 就很久才回覆她的電話 但是… 因為他們最初很多東西很保密 我知道的資料很少 但是我跟Destine談電話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這個人很… 很… 很誠實 而且我覺得… 我可以信任 雖然開始的時候 我得到的資料很少 我只知道我做壞蛋 然後… 我的角色有很多層次 就是這樣 我是純粹是因為導演 去拍攝這部電影 但其實你當時 是世界各地也有很多劇本去找你 那你為何會在這麼多套中 真的選擇她呢 我覺得這是很多因素 加在一起的緣分 你要Destine喜歡我才可以 Destine喜歡我 那都要… MARFUL又要想找我才可以的 那我又要喜歡那個計劃 或者我要喜歡那個角色 那剛好… 因為我以前就很少會接的 因為我是一向很喜歡 停留在自己的舒適範圈的人 你看我以前拍戲 我可能那一攝製作人 我一直拍了二十年都是拍過的 那我通常拍一些 我自己很熟悉的 那剛好自己的人 又長大了 又改變了 又希望走出了舒適範圈 那剛好有一件這樣的事 那又覺得挺有趣的 那便發生了 即是比起其他角色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角色 其實自從雙城之後 再做即是叫反派 你這次覺得這個角色 對你來說最大的挑戰在哪裡 我一直以為它是一個超級壞蛋 怎知道我看了劇本之後 發覺一點都不像壞蛋 然後你怎樣去創作 這個不像壞蛋的壞蛋 但它也是壞蛋呢 我覺得這個難度很高 但幸好我覺得劇本幫助了很多 劇本和我們整個隊伍服裝 我不覺得我能夠完成這個角色 如果少了其中一個 我們作為觀眾 除了看你在戲中的舞打動作 不論在表情和眼神都看見到很有層次 其實對你來說 這次在亞洲超級影韓電影中 你會否有多了一份使命感 沒有 其實我拍攝每一部電影都很認真 而且我很投入 我拍攝的時候 對 我很集中 因為我一直要 除了設計好 我還要去拍攝的過程 我會感受一下有甚麼需要調整 我要靠感覺 其實我每一部電影都是這樣做的 我不會說特別 這部電影我就要特別 十成功力 平時的電影就兩成 就不會了 所以我每一部電影 我絕對是一個悲劇人物 以及一個很癡情的人 是 我當初收到劇本的時候 我才知道 嘩, 這樣嗎 好 但我當然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 但怎樣不會讓觀眾去挑戰我 你也不像壞人 我覺得這個難度在這裡 這次演出這個角色 我也不知道是否可以 不過我先演出 你剛剛也說 其實你每一次演戲都會去到現場 你會盡力去感受一下那件事 好了, 今次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十個環 你真的打的時候有些是CG 你怎樣去感受那十個環的流動 我覺得環好 因為以前我自己在拍古裝片長大 就是金蓉先生的小說 我也拍很多 四個江湖環 或者是東邪西毒 通城西咒那些 因為以前 以前有看《月來神掌》那些 其實我覺得是很相似的 是嗎 是 或者我們甚至沒有 射到英雄傳的紅十八掌 我們不覺得也是很相似的 是 都是有些東西 他招呼他們 所以我覺得以前累積了這些經驗 對我今次做的 亦有很大的幫助 亦不會覺得有一個 在想像力方面有難度 是 那在真實的武打動作上呢 今次 都很辛苦 因為今次多數是用一些很長鏡頭 和很廣 根本上都需要要求很多體能 和很多練習 你說長鏡頭 即是真的要不用有失 一鏡都… 而且很累 是 但很多你都是自己親自去做的 我盡量… 如果我可以做到 我盡量做 之前拍攝《一代宗師》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訓練 今次會不會都另外再多了很多 沒有 因為他開頭的時候 太保密了 根本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這麼多動作 我自己是去到… 去到Sydney 即是入到… 入到去… 劇組 才開始有兩個星期去訓練 但幸好 因為我以前 一向都有拍攝動作片 香港演員多數 有八個都拍攝動作片 對我來說是有一個禁忌 變成減輕了很多難度 只看體能和動作的難度上 這個挑戰較大 還是一代會較大呢 也較大 不同的大 因為一代宗師 如果你一年前去訓練 當然在現場 會… 體能方面會較好 會較低速一點 因為你拍攝很多 我也不會累 是 但是… 這次因為你先前的準備 不是說真的有很多時間 準備 所以就不會拍攝很多個拍攝 可能兩、三個拍攝 你就已經無力了 是 但你這次在Sydney那邊拍攝 當中是疫情期間 是否也停工了一段比較長的 是的 我去到Sydney拍攝了兩個多月 就要停工了 中間停了四個月 等到Sydney可以再拍攝 再飛回去拍攝 那段時間 梁朝偉會在做甚麼呢 我就在放假 有去沖浪嗎 有的 有的 那段時間也可以充電 可以這樣說 但有時… 因為你很想一部電影直落做完 即是做到你… 剛開始有點感覺 然後就要停工了 所以要再重新拍攝 就比較辛苦 你要特別專注才行 即是同一部電影中 還有上戲的師母 同一部師母這次 你們有沒有時間 可以一起去約一下沖浪 沒有 完全沒有 不准我去沖浪 他說很想跟你去沖浪 放假 即是拍完電影就行了 我們在拍電影的時候 都很緊密 因為每天很多東西拍 是 這樣就變了 亦都不敢玩 這些太危險的運動 因為如果你受傷 就拍不到 那跟他一起 跟師母合作都很愉快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勤力 伸手也好 而且很有熱誠 很有熱誠 我跟他一起拍電影的時候 好像見到我以前的演出 是嗎 是 還有這群年輕演員 我覺得他們很好 另外是Michelle 跟子敬應該是新流星蝴蝶劍 之後就沒有再合作過 這次再遇到的感覺是怎樣 好像見到舊朋友一樣 但舞台不同了 舞台不同了 但沒所謂 但我們也很開心 我經常跟他一起 不用拍電影 我們經常一起吃飯 還有法拉也是 法拉還要多打電影 跟法拉呢 跟法拉也很容易合得來 他也是一些很專業 很認真的演員 我跟法拉的電影比較多 你剛才提及過 自己是拍攝武打的劇出身 拍攝過很多不同的武俠人物 有否也回想過 梁朝偉這麼久的演藝生涯 你最喜歡的一個武俠的角色 是誰 最喜歡 很難說 我覺得每一個都有它的存在價值 不是因為那些 不會今天就明白一些 累積了一些 如果特別喜歡 其實我也挺喜歡一代眾師 是嗎 因為的確真的浪費了很多 做了很多研究 還有很多時間去訓練 其實是一角 因為這些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時間 和練習的累積 你真是令自己相信是一個宗師 那就浪費了很多時間和精神 但有否也回憶 自己當初加入做演員的時候 接觸這種武打的劇 跟現在的很不同 應該是吧 當初拍攝的時候 那當然 當時我們沒有那麼多電腦特技 連威爾也不會抹 所以用有那麼有得那麼有 現在就越來越不同 因為現在電腦可以修改很多東西 現在是以安全為大前提 今天非常開心 和我已經經過這麼多了 謝謝 謝謝 謝謝